乌克兰一直在四处寻觅战斗机 最近盯上了澳大利亚空军服役近40年后退役的FA-18战斗机 然而乌方这一愿景恐怕要落空 据法新社报道 澳国防部长理查德·马勒斯当地时间7月13日回复称 原乌战斗机仪式比较复杂 报道称 马勒斯当天在接受澳美采访时称 有关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对话谈判正在进行 但同时指出 此问题比提供其他形式的军事支持要困难得多 战机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马勒斯坦言 有关议题非常复杂 但澳方会继续与乌克兰方面就此事进行对话 他补充说 澳大利亚会向乌克兰提供 切合实际的有作为的援助和支持 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 澳大利亚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 承诺斥资6700万美元 增派一支由30辆大毒蛇装甲步兵车组成的车队 此外 澳总理阿尔巴尼斯日前宣布 澳军将向德国部署一架一切纤尾侦察机 以监视通往乌克兰的补给线 根据法新社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介绍 澳大利亚空军约有70架FA-18战斗机 在服役近40年后 先后于2019年至2021年间退役 军事分析人士称 目前大约有40架飞机存放在仓库里 但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架具备试航状态 早在今年6月 乌克兰方面就定上了澳空军的退役FI-18战斗机 当时 乌克兰驻澳大使米罗什尼琴科表示 基辅对这批战机很感兴趣 正在考虑战机的战斗能力 ABC报道称 若澳方向乌克兰提供FI-18战斗机 需提前得到白宫的批准 因为美国拥有FI-18战斗机的知识产权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乌克兰已正式向白宫保证 这些战机只会用于保卫自己的领空 不会被派往俄罗斯领空执行任务 但一名澳大利亚高级官员6月就向ABC透露 澳政府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向乌克兰提供F-18战斗机 该官员称 在将F-18飞机运送到乌克兰之前 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 包括互方缺乏人员培训和配件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今年年初以来 乌克兰方面便以保卫领空为由四处寻觅战斗机 除FA-18战斗机外 还盯上了美国的F-16战斗机 就是否原屋F-16美西方内部出现新分歧 英国 荷兰 芬兰 波兰 挪威等欧洲国家对此持支持态度 美国政府则态度坚决 多次强调 目前没有向乌克兰提供F-16战机的进化 但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